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思開講齊全教室 我們的節目是在禮拜二跟禮拜四 每天晚上的十點半 教你齊全翻倍 有興趣的你可以鎖定我們節目 今天我們來到第三集 叫放空賺得快 放空賺得快 我想在第二集的時候 我們是教你做多賺得多 我們跟你提到了怎麼樣做多 也跟你提到了韓國股市 他們做這個選擇權COSPE 做到整個全世界成交量最大 韓國在流行選擇權 他們把它做成了像樂透一樣 真的一個風靡 所以這個也導致了 我們看到很多人去看電視的節目 那些分析一樣道理 應用在我們的股票市場裡面 台子旗選擇權方面的 我們常會看到電視的節目解盤 那麼我們要問 看電視的行情分析 對於我們的交易 到底有沒有幫助 投資朋友 投資朋友就像你今天一樣 為什麼你今天下完班之後 要守住電視節目去看分析 我想很多的事情是你看到 一轉台哇好多節目 那麼多的節目裡面 很多不管是新聞 或者是知識節目 或者是一些投顧的節目 很多但也很分斷 重點是你能不能夠去判斷 哪些訊息是可以參考 哪些訊息是不能夠參考 因為我們知道 這一些訊息它可能對於行情 是有影響力的 但那個訊息怎麼參考 必須要看它到底有沒有真實性 如果是真的 那麼這個訊息才能夠參考 如果是假的 當然無參考意義嘛 但很吊詭的事情是 很多人會認為說 新聞的解盤那是真的 投顧老師的解盤那是假的 對嗎 新聞報導的就一定是真的嗎 投顧老師的解盤就一定假的嗎 錯 因為很多新聞節目 它可能是經過4號 人家去採訪 人家給他一個所謂的新聞稿 他照著用而已 所以很多新聞都是屬於4號 人家刻意所做出來的 它的真實性是假的 而投顧節目的解盤 很多人都說這是假的 這是騙人的 事實上有些是真的 所以投資朋友 投顧的解盤那是真的 那重點來了 那解盤是真的 那怎麼去看它 訊息我們在判斷的時候 今天可能有利多 利多一講完之後 馬上隔天上漲 叫做利多上漲 但大多數的訊息是 利多如果出來之後 隔天是下跌的 叫什麼 叫做利多出境 利空也是 哇好害怕 怕要死 結果隔天既然沒有跌 上漲 有人把它解讀為所謂利空出境 所以你說訊息面對於行情的影響力 確實是有 但它所影響的 我們說的 直接關係 可能並不是你說的現行這樣子 一定是利空就一定跌 利多就一定漲 不是好 為什麼 它的落差差在什麼地方 差在於公佈前 你是否被預期到 如果這個訊息 它是屬於已經被預期了 例如說 像證所稅 證所稅那時候還沒說要廢的時候 大家預期什麼 它會廢 廢掉 所以股市就先動 有吧 等到它真的廢了 根本都不會動 因為事情已經先被預測到了 那什麼訊息會不被預測到 例如說突然間一個地震 突然間一個天災等等之類的 所以沒有被預期到的訊息 股價它來不及反應 那麼就會造成所謂的很多人 過去來不及上車的 開始一窩蜂去搶 懂了嗎 重複一遍 訊息的有效無效 來自於大家的預期 你預期到了 該上車都上車了 那消息一面當然沒有效 如果大家都來不及反應 一窩蜂去搶 那訊息是有效的 所以說 何而為真正有價值的訊息 就是第一個 它沒有被預期到 而且它是突發性的發生 例如說突然間地震 或者說突然間哪一國發生什麼事情 等等之類的 你可能你想也沒想到 它就發生了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 一般來講 我們會去看投顧老師的節目 那今天你看我們節目 我們是屬於教學性的 我們並沒有來給你做生意 好 那一般而言 如果怎麼樣去看一個訊息 到底是有沒有參考性 如果它這個訊息是 只是照報紙的訊息 重複講而已 或者是說它只在吹捧 它剛好有這個股票 然後報紙又有在報導 然後吹捧 說你看股票多強多強多強這樣子 參考性不大 如果這個訊息是 跟它本身的持股沒有關係 它是以它很公正客觀的角度 去談說它認為怎麼樣 那這個訊息才具有參考性 例如說 像福茂協定 到底好還是壞 它不是看報紙上的東西 它告訴你說 我們家的隔壁鄰居怎麼樣 然後因為這個事情的政策 導致於他們家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具有參考性 因為它是以它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大多數的新聞 如果你不看它 一個頭顧老師他不談新聞 因為新聞都是你都知道的嘛 你只要願意去看 電視台的所謂的新聞節目 或是買報紙看雜誌 那隨處可得 他針對他的一個看法 就限論訊去談 那這樣的訊息才具有參考性 所以一個分析師如果不談新聞 就限論訊去談的話 具有參考性 這個你可能要記得囉 他談的是一般反監 大家沒有談到的 那這個訊息才具有參考性 就例如說像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是跟你講 我們是跟你教學 所以你可以從裡面 可以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 而且它是能夠讓你 增加看盤的功力 再投資自己 那一般而言 何謂就線論線 就是說用數據 以邏輯性的方式去做推演 可能從經濟數據 或從資金變化 從碼面去做推演 那這樣所推出的東西 就具有參考性 如果他是因為 他已經現了一個 所謂的多空立場 例如說他就是喜歡做多 他找很多做多理由 做片面性的說明 如果是這樣子 做片面性的 那他不具有參考性 懂得嗎 心中已有多空 再找理由或消息面 做片面說明 這些都不具有參考性 你懂我現在所告訴你的 怎麼樣去看一個投顧的節目 他所說的訊息 到底有還是沒有 具有參考性 當你了解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心中所想的 那到底怎麼去擷取 大多數你的心理是說 我現在能夠買最低賣最高 這是你想要的 因為你想要 所以會有很多的一些訊息 他就告訴你說 你看漲停漲停再漲停 你也買不到 但是你心理已經開始癢了 可是你就看 他可能本身股票裡面的 基本面營收是衰退的 是不好的 那如果是這種訊息的話 是不具有價值性 因為他只告訴你說 連續漲停的股票 但股價 公司營收是衰退的 什麼樣的訊息是有效的 他根據公司的營收 新產品的研發 獲利好不好 預估賺多少 技術面 籌碼成本去做推算 如果是以這種方式去做推演的話 去告訴你這個股票的判斷 那他具有參考性 了解了嗎 那當我們看電視節目 我們能夠去找尋到一些 分析師對於多空的看法之後 他能不能夠針對你的操作 有所幫助 有 例如說 你現在認為說 這個行情應該是跌的 既然是跌著這個想法 怎麼樣把這個想法應用在策略上 做股票一定是放空 卷空 做期貨就是放空 那做選擇權怎麼做 我在第一集的時候教過你 口訣四句有沒有 看跌 買樓 看樓買樓 買就是買進 樓就是賣權 所以買進賣權 就是當你預期大跌的時候 可以採取這個買進賣權 看樓買樓的方式 好 那什麼叫買進 買進賣權 買進賣權它是一個所謂做空的策略 就是說你預期它即將馬上大跌 例如說 今天往上 你認為說它可能會大跌 今天先做動作 不是說我現在空完之後 白陣子 沒有 它有即時性 你認為股市馬上就跌了 馬上就跌了 那這個情況以買進賣權來做 請問 最大風險是什麼 就是你買權利金沒有了 泡湯變零 最大的利潤是 萬一這個股市 從你空的那個點之後 開始一卸千里 蹦蹦蹦下來的話 發了 真的是發財 跌多少賺越多 有沒有限制 沒有 無限制 如果是一系列之間連續 十九根停滿下來的話 那你就發財了 但這個機率可能是不高的 你分架看對了 採取買進賣權 它能夠讓你怎樣 以小博大 它的差別差在哪裡 如果你看錯 買進賣權的損失是權利金 如果你做棋子 選失的是什麼 1.200塊 1.200塊的這個金額 如果是捲空 的損失是什麼 就是做融資 嘴角 我們說融捲嘴角 這要補錢 拿錢來辦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情況之後 我們來做例子 就是說有個小明 他認為這個股市的行情 即將進入尾聲 即將進入尾聲 那麼表示他認為是什麼 空投市場已經進了 既然空投市場進的話 當時指數在7500點 7500 7500他認為股市要跌了 他怎麼做 他做買進賣權 旅約價設7300 他付80點 他需要付多少錢 因為當時 距離道歧視還有25天 好 我們從這個數字 可以知道什麼 80點 1.50塊 他付了4000塊 還有手續費 也就是說萬一如果真的他看錯 他頂多損失4000塊 但如果這個行情真的是走空投走勢 那麼他的利潤是什麼 大盤下跌 而且是無散線 跌越多賺越多 所以我們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 小明在7500點 他認為股市即將大跌 他做7300的賣權 他買了80點 80點一口就是4000塊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 跌到多少點之後 他開始賺錢 那如果行情沒有他預期的這樣子 往下跌的話 那麼他會怎麼辦 去應對他 所以待會小天回來我們跟大家提到了 小明買進賣權之後 市場的變化也有很多種情況 那他該如何採取不同的行動 如果你對我們的一個節目內容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來電做這個諮詢 翁老師在陳同頭顧 我們待會再回來 財政節目 上網看得到 財經新聞上網看得到 全球經濟脈動 重大財經新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阶段给你提到了 当你认为股市走空的时候 可以采取买进卖权 看楼买楼 看楼买楼 我们从上面给你提到 上阶段提到 小米的例子 指数在7500 那它怎么做 它做买进7300的卖权 好 我们现在从这个例子来看 目前的指数位置跌 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指数在7500点 它认为未来股市会会跌 这边是属于跌的部分 那它买一个7300的卖权 它负多少 它负了80点 所以我们知道 指数要跌到多少点 才是它的损益平衡点 7300减去80点 就是7220点 跌到这个位置 7220点 如果跌到7220以下 它赚越多 跌越多 它赚越多 懂得吗 这个你可以把它记起来 就是说 它的公式是 履约价减去权利金 好 那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部分是属于 它可以赚的钱 那几率有多少 就是这一块 指数的部分是属于 它可以赚多少钱的几率 那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它如果一旦做出来之后 开始了 行情的走势 可能如它预期的 真的大跌 但有可能不跌 那我们分四种情况来看 如果这个情况 刚好是股市没有跌 在7300以上 它不是这边 7500放空吗 后来指数在7300 没有跌 大于7300 可是7400 7500都可能 如果这个情况的话 它会怎么办 它赔 它的权利金 一开始它负4000块 到最后变成零 没有了 好 指数如果没有跌 那么我们知道 它就不会去履约它的情况 它的权利金就泡摊了 也就是说它原本 指数在7500 它想用7300的方式去空它 7300如果没有到 在7300以上 它可以用它任何的价位去空它 当然都可以嘛 只说它原本附的那个定金 就没有了 它也在拖 其他市场里面去空 它想空的点位 这是一种情况 是没有跌 好 另外一种情况是 如果指数刚好跌了 跌到7220点以下 就是跌到7220点以下的这一块 那它可以赚多少 如果跌到6500点 从7500跌到6500 哇 跌了1000点了 跌了1000点它赚多少 你把7220就是随约片点 减去6500 差距乘以每一点50块 它赚多少 赚了36000 36000有多少 它一开始是负4000块 经过了25天以后 因为它不是做25天吗 把它变成36000 几倍 八倍 怕死人 指数跌了1000点 它的钱迅速翻了八倍 4000块并是36000 那如果钱更多 不是翻了更多吗 所以当它做对的时候 它那个淡感的效应 哇 可以拉出好多 八倍 你说你做股票 你要怎么做才能赚八倍 做期货要赚到八倍的钱 也很难 但做选择选择买进卖拳 它能够达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 这是一个情况是 如你意期的大跌 另外一个情况是 如果指数 该跌不跌 有跌 但它卡在这个附近 7220点的以上 还有7300的这个附近 那它怎么办 它还是赚钱 小赚而已 因为来到7 假设来到7250 7250是在7220点以上 跟73之间 大概在这个附近 它还是赚钱啊 只是说它可能没有赚得那么多 7300减去7250 1点50块 它要付 它要 可以拿多少 它可以拿到1500块 那因为一开始的本金 它付了4000块 所以4000块 是付出去的 收到1500 它大概还要付2500块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笔交易 如果指数 跌到7300以下 但没有过 水平点点的话 它的钱 就是赚了2500块 还是赚 算小赔而已 所以我们知道 最坏情况是 4000块没有了 但最好情况是 无散限 好 那这个情况是 比到期日会怎么样 如果行情的走势 每天都有不确定性 我们可不可以 提前结束掉 可以 如果行情是 一开始你认为会跌 一开始先大跌 后来发现到 好像会有利多 赶快先做平仓 获利了结 也可以做 或者是你放空 结果 它没有如你预期的大跌 平仓 停准出场 是指行情的走势 并非如你预期的话 你可以做提前 平仓的一个动作 透过我这样的说明之后 你知道了 因为选择权它能够以小博大 不管是看多或是看空 你都能够做 那我们要问 5000块 一般上班族可能5000块 会拿去买基金 5000块到底能不能够做选择权 5000块到底能不能够做选择权 可以的 选择权的报价怎么看 你可以从这个雅虎里面 进去股市 雅虎股市里面的齐全 它就有报价 这个报价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这边叫做旅约价 这边叫做买权 这边叫做卖权 它都有报价 成交价等等之类的 你从这个一般的雅虎里面 你就知道选择权的旅约价 然后买权卖权报价是多少 那么你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要问的是 如果你真的要开始做 那到底怎么去挑这个旅约价 我建议你 如果你是新手 从价外两档作为入门款 因为一般的价外会比较便宜一点 大概是10到100点 1.50块 所以大概是5000块左右 如果是1点 如果是100点的话 100点 1.50块 大概5000块左右 例如说 指数在8000点 在8000点 8000点叫价平 7900叫价外一档 价外两档是7800 7800大概是在2.5点 那每一点50块 一口大概是1125块 价外一档 一口大概是2200块 价平刚好是一口是4500块 所以5000块以内 你就能够开始做选择群的 最好的方式是记住了 再重复一遍 新手要做 你可以以价外两档去做 它的点数大概是以10点到100点的情况 那你就知道说它5000块是可以做的 好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刚开始做的新手 你到底要准备多少钱的权利金来做 用多少钱 记住这个原则 它以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来做 也就是说用你输得起的钱来做选择权 最好的方式是先做买翻 不要做卖翻 因为买翻是以小博大 我只愿意付个权利金 我以后看对了 我以后有钱可以拿 卖翻是收权利金 但以后你要履约那个所谓的15 那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资金压力 所以新手最好是从买翻开始做 那如果你是已经做一段时间之后 那到底要用多少钱 一般是以你资金的5%到25%的资金 最好不要超过三成 懂得吗 老手要买权的资金 最好不要超过你所有的资金里面的三成 顶多是5%到25% 那你这样做选择权 如果做错的话怎么办 四个方法可以处理 一个是停损 做错的话可以停损 或是减码 或者是做部位转换 或者是做策略转换 那么如果你是做高手 你是高手 你说老师啊 买翻我不想做 想做卖翻可不可以 做卖翻的话 资金最好是占三成到七成之间就好了 因为卖翻是保证精致 口数会下比较少 但它的金额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发现时间价值很高的话 近日之内会有迅速大幅下跌的话 可以采取这个 DELTA中立策略 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懂得吗 所以整个情况我们知道 当5000块已经可以做选择权的话 看对它就可以翻倍 那么我们要问 做选择权会不会比股票难做 请看第四集 没含情就谈得转 相关讯息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教学资料有兴趣的话 可以利用广告的时候 来问询问 欧老师在沉通头顾 有任何问题 欢迎咨询 我们下次见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对文化医术就特别感兴趣 它的外观是整个是食材的 古典的造型是 我在林口 还没看到这样子的房子 未来我们的设施这么完善 可以游泳 可以做SPA 唱KBB 每天就跟在度假一样 上海豪景 大火人生 国家一号圆 就吵着它 可不可以给我买 股市主持 谁会让您 利空平传时 总是动族鸡鲜 利多出租时 总是勾搭获利 沉通头顾 谁家具有证券及期货 双证照的头顾公司 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 最资深的研究团队 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 将不用在股市中 单打独斗 沉通头顾 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 换向财富人生 沉通头顾 值得突赴 02 2752 5868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知名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潮水 与破碎浪形成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切勿对抗水流 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大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正强 切勿下水 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 一 保持冷静 二 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三 不要抵抗水流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体力 四 面对沙滩 以45度角游回岸边脱困 教育部关心您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都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 让我知道哪一支股票大户 拼命吧 它的基本面丸子 老实都在用 焦点煮腹也能赚大钱哦